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到東周投資會 Hello Kenny 大家好 我是溫先生 你們好 今天要改口叫溫先生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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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改不改了 這個時候就報一下市 今天恆指收報21092點 跌了159點 成交金是2770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內地9月CPI 及PPI軍訊預期 內房內銀做好 內需股回吐 接下來就交給溫先生 講一下我們的市況 大家有問題就在下面留言 我會和溫先生去解答大家的疑問 就交給溫先生 好 我先講大事 我沒有改了view 跟上星期一樣 經歷過9月11日開始的17000點 去到最高23200點 那些6000點其實叫做 第一是反映了政策的預期 第二很多可能一些基金 之前是低遲港股 現在都買回可能是叫做neutral的情況 所以我們有機會進入一個橫行區 橫行區很初步地看 其實可能20,000點或20,500會有支持 但反過來 上面可能21,500-22,000就已經頂到實 我想都不是那麼容易有23,000吧 所以現在我們暫時來看 之前最容易賺錢 急升6000點那一段 就已經過去了 現在來計 第一,消化升幅 第二,大家要等 等什麼? 等兩項 第一,當然是等財政政策 因為星期六我等人多說一些 星期六都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政策 第三,特別是中線來計 你的經濟 其實你做那麼多招 都是想經濟好轉 要些時間吧 所以第三項就是等經濟有些好轉 另外,如果你看回港股的估值 你都猜到6,000點 或者你由17,000到21,000 都在說4,000點 4,000點的升幅 盈利沒有什麼變 因為現在都剛剛開始公佈第三季的季 但你盈利沒有變 而股價抽升了4,000點 可想而知就是 之前就算是多低價值 現在都會是neutral 或者是過去的平均數 所以現在就會是一個橫行區 最後,你說有沒有第三階段 會不會是再有一個新升浪 我當然是粗境有 但就會看看你有什麼的財政政策 規模是多少 你那個composition是怎樣 不會只是發債的 又不派錢的 那內需股金就差一點 所以不只是看金額 是看結構的 另外就是 最後經濟有沒有改善等等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橫行區 另外也要說少少關於禮拜六 禮拜六不要亂說 簡單來說就是一定是失望的 你預計有2萬億有3萬億 怎會不失望 不過它也說了它能夠說的所有事情 譬如接下來就轉移一些金錢給地方政府 或者是會透過發超長期國債去幫內銀擴充資本 其實你要的東西它有的 不過就是沒有時間表和沒有金額 所以大家唯有就繼續等 你又趁它不像 因為它真的講了一個方向 或者它會做的 它講了明會增加赤字率 會增加發債規模 這些是你要的東西 所以它給了你的 只不過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和不知道多與少 所以大家繼續等 等什麼時候呢 當然可以隨時有個發佈會 但不算隨時之外 其實有兩個時間點 第一就是政治局會議 我也知道我很詳細的 政治局會議其實是每月都開的 但正常來計 就是4、7、12就講經濟 間中10月講經濟 結果去9月26就走去講經濟 所以當時大家就很亢奮 因為我做一個例子 就是等於兩次的聯絕局會議 中間無端端開始會 無端端減息 大家就很亢奮 哎呀 夠事了 很開心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10月 第一會不會有政治局會議 有的話 那你9月講完了 是不是再講呢 第三 政治局會議始終是頂層設計的東西 是比較general 即是比較流一點 所以就不會很具體的 真正重點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的 第一是NPC 即是人大常務會議 這個就關鍵了 因為財政部其實不可以決定很多事情 即是法債規模 赤錢論 就是常務會議去批 所以理論上 這個會議會完結了 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公佈了 如果要批 不過也要提提大家的麻煩 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阿爺是做一個平衡的 一方面他想刺激經濟 但是另一方面 又不想大家A股的投資者太亢奮 因為你看到很多人害怕 一定是4000點 沒有4000點我就跳舞 太誇張 所以就算通過了這些方案 我猜他也是甚至慢慢推出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錯誤 短時間下個星期 就有一個雷亭式 9萬億的措施出台 不是的 但是是會有東西推出的 變相配合法 剛才所說的 你現在在一個整固期中間 你又不是雷亭式 你是擠牙膏式的話 可能市場就算升 也會慢慢升 就未必會一下一天 1500點升上去 這是一個很初步的觀點 但是提多一句 除了剛才所說的政策之外 還有兩項要留意 麻煩的 看你的節目也要留意 九十幾項 沒辦法投資從來不輕鬆 所以第一項 政策的推進 第二 就是星期五會公佈數據 你知道的 每個月中公佈上個月的數據 十月中就公佈九月份數據 很明顯就是三頭馬車 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 以及固定資產投資 相對於今天的出入口 上個星期的CPI、PPI 肯定三頭馬車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現在十月中 公佈九月份數據 即是九月份數據ready 九月份數據ready 七八九都齊齊了 七八九月份數據 那會有什麼? GDP 所以星期五是很多數據 還未說完 第三件事就是 美股就更加是 美股由上星期開始 已經是業績期 美股為何會升 就是JP Morgan Welfargo 業績好 其實港股不是每間公司有季職 但是陸陸續都會公佈 就算沒有季職 就像友邦那樣 其實月底都有營運數據 我的第三季的 叫做 不是新增農業績 是新增業務價值 和這個數字 所以大家除了政策 除了宏觀經濟數據 which是星期五 還有個別公司的業績 都要留意著 這些幾件事就比較麻煩 我猜應該多問題吧 所以我就講簡單一點 加分給你 有什麼想知道? 好 剛剛提及 阿爺其實都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大家都很關注刺激經濟的力度之餘 但其實在拿平衡之際 也不想A股太亢奮 所以其實這件事對股票市場 就是在部署上面 有什麼策略要留意呢? 就是可能大家覺得太亢奮 就不斷捕捉短炒 或者會包得很快的股份 但是如果在這個平衡 不要令A股太亢奮 但是又會出一些經濟政策 那些刺激下的時候 就有什麼股份 是比較適合這個市道去留意呢? 好 第一件事 不想A股太亢奮 這是我講的 這是我們的推論 好了 可能他最後一夜殺你從事不及 兩萬億出來 都不知道 第二件事 不是他想就一定做到 始終內地來算 比較 不要爭辯 這是投資者結構 比較多是零售投資者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健康牛和慢牛 他要不就不牛 一牛就狂牛 哪有那麼難得 哪有那麼難得 我要不就不買 一馬牛就爽買 這個是animal spirit 所以他是不是想這樣做 我不知道 他想這樣做 是否最後能夠這樣做 我不知道 但回答你的話 我又很悶 因為那個大體的港股走勢 我沒有變過 就是phase2 橫行 大型上落市 這個具體策略都沒有變過 只有兩招 如果要買的話 可以先考慮一些落後 高息 和基本因素好一點的股份 中資金融股 包括我喜歡的內險 會包括內銀 又或者中資電信股 這些類型的東西 先說第二類 第二類就是 我確信兩萬點附近就是見底了 接著搞兩搞 其實整顧一下 就破兩萬三就來了 那不用搞些東西了 你就分住買些最受惠 下一波升浪的東西 很明顯就是 廣告數 一些科技股 總之吞東西 前一輪升最多的就是 好 這個很簡單 回來 剛才第一階段我講的中拔股 為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 除了是現在的市場氣氛 橫行 大家十五十六 又不知道會繼續升還是不繼續升 你說要很多投資 買些最進取的東西 他們未必 第二 就是從個 反過來 我覺得有第三波 可能沒有的 可能兩萬三千二人見頂了 如果你要入市的話 又不知道會不會再跌 最簡單就是買些高息的東西 至少他不走的時間 我都有息收 心裏面自我安慰 OK 更加重要 其實我要花一點時間 講個換機制 因為其實 一直以來有三個時間點 九一八 FOMC 講的遠距六 九二四 三大部位的出招 九二六 政治局的會議 回來九二四的話 減息 那些是ETF 和互心三百指數成份股 死錢來的那些 就可以拿來問人民銀行 當作抵押品 然後換一些國債 國債的流動性很高 流動性高 第一可以 理論上可以 因為沒有細節 就可以賣走它 拿回錢 又或者拿去問一些商業銀行 借錢 就死水變生水 而你得到的生水 他只能夠去賣股票 好了 這件事 是歷史上沒有做過的 威力 雖然只有五千億 但他講了可以再加的 所以有些料到 但更加重要 你想想 我是一個基金 我拿了錢回來 我會買什麼 第一 我不知道市息會跌 第二 我問雖然銀行借錢 是有利息的 如果我買了四五線的股份 我又虧息 我又虧價 你是不是真的三千二百點的A股 真的這麼樂觀 你是不是真的 兩萬一千點的股份 真是麻木樂觀 不是的 所以最正路 他們是買一些大型藍籌 舉個例子 我買一隻中移動 可能 我不確定 我問雖然銀行借錢 可能我舉個例子 三厘 我買中移動 我有六七厘 那我馬上套息套了四厘 我不用中移動升的 所以從市場的氣氛 和套息角度來說 我都覺得這一班的基金 和證券商 他們如果透過換機制 會買的東西 應該是大型藍籌 高息股 或者中特股 那就是說 這班的股票就會受惠 所以 我就建議買這些 好 第一 這個角度 內銀已經受惠 第二 其實 你看回星期六的公告裡面 它提到 就是 黃敏會發借的超長期國債 去幫助內銀補充資本 那就是利好內銀 還有 你要記住 星期六的重點 就是化債 但就不是谷經濟 和內需是沒有影的 所以很明顯 今天就是內銀升 內需跌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 除非你覺得明天或者後天 立刻出招 否則 剛才的趨勢 今天的趨勢 有機會在未來幾天 都會繼續延續 就是 內需措施沒有見影 內銀 或者剛才所說的中特股 就受惠的互換機制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 未必一定對 但我的觀點和策略是很清楚的 就是這樣 好 剛巧也有讀者問 問這個內銀 內銀現在可以看哪隻呢? 好 兩隻而已 不要了 三隻 兩隻 你應該這樣說 我會把內銀分為兩批 四大內銀裏面 我們就看939和中行的 為什麼呢? 又回到那些老套的東西 PPOP 千萬不要看過純利 那個是打燈 像我現在這樣 濾鏡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濾鏡 化妝 我當然沒有化妝 一個版本 真正衡量內銀的營運能力 是叫PPOP Pre-Provisioned Operating Profit 撥備前利潤 再簡單來說就是 939和中行 三九八八 其實PPOP是比較好的 大家經常問公行 其實我知道它最大隻 但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換買這兩隻 好了 如果你說真的比較亢奮 當然是招行 但我覺得招行貴 所以我傾向 可能939 大家最喜歡的939 但又質地上OK 不過也要提提你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一早知道 起碼今天你會知道 所以你看到其實上個星期四 另外今天來算 都升多了 而我確實看到 今天高位做過6.25 所以可能是港股大市 大市最尾都跌多了 因為曾經是升過的 接著又跌多了 所以建行都收回6.25 但你圖表上看的話 其實6.25 差不多雙頂了 所以我會這樣回答 最好就起碼下跌很多 5.8或是以下 我覺得我信心指數 或者直博率會好些 但是 所以要買就是中特股 我首選都是內險 但內銀就沒有之前看那麼淡 因為剛才所說的應該大部分 可以短線彌補到 息差收窄的問題 所以都可以按一按 不過就是要看價位 這個要小心 接著就想問你 3690 因為高位都回了一些 現在能不能進入 今天是收報183.6 都跌了10元 他前排聲勢其實真的很誇張 很厲害 斬一下眼 我不要用最低位 我就這樣數100元 8月底的位置100元 上到最高是10月7日 是212元 一倍 絕對超出我預期 所以現在回下來 183是否好 是否叫做很吸引呢 見仁見智 我明白第二季季季 其實美團和京東都做得好 大家亦都覺得第三季會不差 所以其實不單止美團 京東都做得好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利好因素 都真的反映了 如果大市又短期 事項落落的話 我不敢在這個價位買它 最進取最進取 我真的下回175 這些位置 我先會考慮少住買它 反過來如果你問我 我真的想買科技股 其實沒有科技股很便宜 我記得前兩個星期 我們都說考慮一些非 不是非一線 非ATMSJ的科技股 希望如果市繼續升的話 會令到升市擴散 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是 但是現在 所以我們部署上 回來了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線 我不要經常說這個 想買回ATMSJ的話 我第一 我會想騰訊 騰訊像420元附近 425元附近有些支持 相對上它沒有那麼誇張 如果近來來說 都是350元去475元而已 沒有100元去200元那麼誇張 還有我覺得第三季 能見度高 就是遊戲更好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搏ATMSJ 第一我會搏騰訊 第二可能我會搏阿里 阿里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雙11 雙11其實已經開始了 我特別看到地鐵站 淘寶好像瘋了 又不知300億資助 補貼等等 最後賺不賺到錢 不知道 但是起碼就是第一 跟大市炒的 那它就跟大市 那應該阿里巴巴就不會太差的 第二 那不是 繼續炒回廣告通 北水效應 那它也繼續享受當中 第三 短期其中一個的投資概念 那肯定是雙11 那它是領到的 所以幾樣東西去看 唯一被忠不足的就是 80元升到180元 它現在回到105元 所以如果未來兩三天 阿里肯回少少的話 我首選可能會有阿里 這是第一件事 但我剛才提過 接下來是業績期 我真的不知道阿里媽媽業績可不可以 我也不知道騰訊業績可不可以 所以純粹你覺得 我只是炒過大市昇 早知恆生指數調整完了 就會破23000 那最簡單的就是買這個盈副基金 第二的就是買這個3033726 就是這個科技股的ETF 最怕是什麼呢 我買了阿里巴巴 那市是23000 阿里巴巴業績來的失望 那它更慘 沒有買過 所以我想在業績期的期間 ETF有它優勝 好了 回來了 我會傾向是騰訊阿里和ETF 那如果說這個3690的話 你175最盡最盡175元 你再打給我 我們再從場計議 我剛剛提及雙十一的概念 這樣就有機會炒了 但是過去其實早幾年 即是市況又不好 港股的時候 雙十一其實也炒不起了 即是現在是否因為 大家叫做有些錢洗下 之後都會覺得雙十一可能大動得到 我會這樣說 雙十一是個投資概念 如果市場氣氛差的時候 你見到過去一兩年 其實是低調了 你自己都沒有再公佈雙十一的具體數據 但是今年的市場暢旺 你先不要說最後結果 因為那個是最後結果 現在距離雙十一 說真的 雖然它開始做特價 但是距離雙十一 和統計雙十一的數據 可能是11月15日或者17日才知道 我炒完就走了 剛才的概念 所以坦白說 你要兩萬一入市 不是萬七萬八 就一定不是特別便宜 亦都不是特別是直播率很高的 那你能買貨 一定是有些進取的 只不過就是希望有這個投資概念 還有你現在市場肯買東西 那你要肯買東西 你也要給你一個投資概念 那雙十一是其中之一 所以最後大市能不能夠經濟 後話吧 交給經濟學家的評論 好了 最後雙十一幫不幫到壓你賺錢 這個就不用那麼遠的 但是都還有幾天或者一兩星期炒一下 我就是跟你說這一兩星期 我不看那麼短線的 那你不要搞這些了 你買回中國移動 你買回評寶 OK的 不差的 其實說真的 所以我想這個節目 都要給予不同的投資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 我們給予不同的策略 這個就是我現在炒的 炒接下來會有財政政策 那些人的氣氛好 賺東西買 那除了剛才的互換之外 其中一個就是雙十一 就是信心指數不算很大 不過你好過無端端去買另一隻 網易 舉個例子 又好像九五八八 所以起碼叫做有些東西看看 好 接著讀者就問這隻 中海有的 那就問現在現界能不能入得過呢 中海有 883 好 這個難回答 我上個禮拜有介紹過一下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要看一隻有 現在有很大的票罰 同時間要留意就是美國中國經濟 和中東的問題 中東有時又說打架 有時又說停火 那令到油價都不是在家裡 只有80元 就是布蘭特旗有 所以上信落落 那你問我的話 中海有似乎就是 第一 大市本身是上信落落 第二 油價本身是上信落落 所以它的股價 有理由相信 都是上信落落 那如果你問我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一點的 一個區間做參考 那我會答你大概是 有一個半 有一個半 有一個六 就是差不多 只是我沒有那麼仔細 有一個半 下面來計算的話 可能就是19.8 我覺得就是 我不想給大家太闊 這個區間 所以如果你要我買的話 我就希望20元以下 又或者可以 越貼近19元就越好 那這個位置我覺得 油價升也好 最好什麼都升 如果隨便一樣 大市升也好 油價升也好 你應該上21元 22元沒有問題 那你19.8到21.8 都會有10% 那現在的佈局來說 就不算差了 所以我覺得就 要稍等一下 穿20元 貼近19元附近的位置 就會買得好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Kenny你解答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